1月20星期五 虎年的最后的一个交易日 最后一债 持股还是持币 我们来首先来看看外盘的一些表现 还有消息面上的一些情况 昨天晚间呢 欧美股市基本都是下跌的 欧洲股市呢 跌幅都超过了1% 你看英国富士100跌1.07 德国DAX跌1.72 法国CAC呢也跌了1.86 欧洲股市都是下跌的 美股开盘之后呢 也都是下跌的 但是跌幅呢 它的跌幅还可以 它不到1% 跌得多一点呢 就是纳斯达克跌了0.96 道琼斯工业指数跌0.76 标普500跌也跌了0.76 这样来看呢 相较于这样来讲呢 我们的富士A50指数 大家注意啊 是上涨的 上涨了0.31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A股完全走出 是独立行李 包括大洋彼岸的 就是说包括富士A50指数啊 它不是在那边的 我们说这个意思啊 那整体来看呢 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A股 从新年以后呢 一直持续的上涨 一直是在上涨的啊 外资 北上资金是持续流入的 跟他们形成了 比较鲜明的对比啊 老美那边呢 主要是由前面的呢 新年它也是以上涨为主的 大家注意 主要是 以前是对加息 不加息 开始不加息 然后这种预期 对经济的 不加息的预期增强 促使了信心的提升 现在呢 这两天的下跌呢 主要是担心 利率高位运行 对经济的负面的影响啊 所以说变化又开始担忧了啊 外国人就是那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热门的中概股呢 多数是上涨的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涨了1.42 连续两天下跌之后 昨天涨了 跌了两天 千天跌了三个多点 那天跌了三个多点 然后又跌了两个多点 今天 昨天晚上呢 上涨了1.42 涨幅不大 大家看呢 你细想想 没有收服最后一颗阴线 所以说 你说它 马上就会 这样的走势 好像 不一定概率太大啊 其他的呢 涨幅也没有涨太多的 你像 阿里巴巴涨了2.97 涨的算多的啊 总体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总结一下 外盘呢 应该影响不大 因为有好有坏啊 这样的一个影响啊 消息面最重要的都就是呢 17个部门 印发了机器人的应用实施方案啊 到2025年呢 有些领域的 要翻翻啊 这么个情况啊 那么最近呢 大家发现了 就是科技啊 科技相关的 包括最近 最近走强的 数字经济 数字这个相关的概念 板块走得非常强啊 我认为呢 它应该是 2023年 比较重要的主线啊 包括昨天晚上 17个部门 联合印发 这个力度还是 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 机器人相关的细分的这样的领域 我估计这个要 又要走一走了啊 实际以前呢 最近机器人表现的并不 一般般 是不是 那么继数字经济之后呢 机器人这一块 实际机器人呢 是制造业的 我认为是灵魂之一啊 大家记住啊 科技制造业的灵魂等等啊 按照这个思路去想一想啊 另外呢 还有的消息呢 就是说啊 这个港股通 这个交易日优化的问题啊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跟港股对接呢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呢 这个交易日有些时候是减少的 再有一个是交易时间的问题 我们这边收盘了 那边还在延续 但我估计这个时间的调整 暂时调整不了啊 但这个交易日优化之后呢 会增加一些交易 主要是这样啊 港股通啊 主要 不是说深股通或者是护股通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北交所呢 也要做事商这个制度呢 也会逐渐的啊 估计 也会逐渐逐渐的 实施做事商这个制度啊 看起来做事商这个制度 应该是一个大事所区啊 将来在我们的上交所呢 跟深交所估计也会实施啊 但这个提计量太大了 估计能不能全面的实施 还是一部分的实施 这个倒是一个话题啊 剩下呢 基本上就集中在地产和旅游上了啊 地产上呢 在节日春节期间呢 很多城市都推出了优惠购房的这样一个政策啊 另外呢 最近也就是对旅游报的比较多一些 人家三亚火了啊 云南也火了啊 大理的西松版纳这个民宿呢 涨价了十倍这样啊 因为其他的呢 你看像像 也发什么激发旅游和旅游消费市场的活力 大力的提升信心等等啊 估计呢 去年旅游 2022年旅游板块走的是相当不错啊 最近呢 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调整 调整到了20均线的下方啊 我判断呢 这个地方可能有一定的起稳的动作啊 总体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回到A股的走势啊 实际我们A股上面指示的走势呢 昨天走势还是可圈可点的 也就是说说 昨天是提现日 昨天你要不卖出股票呢 那前春节之前你就提不出来了 一般情况下提现日呢 都是出现小幅下跌的 况且呢 昨天还有利空 是不是 因为外盘是大跌的 对吧 然后呢 还有香港那边减持攻行的那样的一个消息 我早盘呢 出现一定震荡 然后呢 逐渐就单边 这就叫震荡上去 全天以最高价手盘 光通洋 应该是一个就是说 该跌不跌理应看涨 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但是真是这样呢 我们看一看具体的走势 我认为呢 这个地方 经过连续上涨之后 还是有一些瑕疵的地方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大家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周线啊 从大周期看到小周期吧 是不是 大周期 一二三四第四周啊 四颗周阳线啊 本周上涨1.41 到现在为止啊 上周上涨了1.19 也就是说这个阳线的实体呢 本周有所扩大 但是你比较这两个的上涨 这段的上涨 跟这段的上涨 明显有差别 一个是成交量有差别 另外阳线的幅度 就是我们就目测高矮呢 也是有差别的 这是四颗周的小阳线 这个呢 是至少有两颗以上的大阳线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确定 大级别的航空 必须得有一个比较 扩大涨幅的那样的一个周阳线 你假如说今天来一个长阳线 但是这种概念还不到 或者是截后再一个加速 这地方关键是一个周线的补量 如果周线能出现 假如说截后的那一周 孙截后的那一周 来一个放量的 那资金都回来了 现在是啥 现在是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的这么个情况 是不是 那么春节之后的这一周 至关重要 那么有些人会不会 那不再长一个 那不高呢 我跟你说啊 就是说 关键是趋势一旦形成 将延续 关键是能不能延续 你这样情况 我们很难判断 它能延续的 实施性很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想 我说的意思就是要注意 注意并不等于是 把仓位都减掉 我这一待会儿 我还来说这个问题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日线 日线呢 你实际一比较 也比较的很清晰 大家这 这地方有日线级别的动画 但只不过现在 这个动画的级别很小 现在是29 这个地方是37 27对39 我估计如果要是说 再小幅震荡两天 到三天 今天一天 结后的一天两天 估计这个日线的动画就消失了 如果这个日线的动画要消失 或者结后干脆来一颗大阳线 那直接就消失了 直接就消失了 再一补量 那我们再说 那就是说你这一段 假如在这下车的 在这假如再放量再重重下来 直接干到了 也就是说 直接往3250往上一走 那这个位置的性质就变了 但是我判断这种概率 偏小 这种概率并不大 那我们就看着就完了 等一等 是不是 这是日线 日线你可以明显点 这一段的上涨 现在看 跟这段的上涨 你们说一样吗 明显不一样 一个是这地方的时间 到这地方差的多 另外你看这两个地方的 大阳线的数量 那也差得很多 也差很多 实际上 这一波上涨 有力度的 也就是说 这颗和这颗 这颗和这颗四颗 那个是几颗 多的多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三分钟的走势 实际呢 应该看一下120分钟的 为什么说看一下120分钟的 这个120分钟 它是有动画的 但是这个动画呢 现在是27 这是27 前面这是32 稍稍一涨 这个动画就没了 那没了120分钟 一消失 那截后再一涨 日线也消失 实际消失呢 那么就没有 卖出的理由了 没有了 待会儿来解释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120分钟 但是假如说 这120分钟 要稍稍跌一下 把这颗羊像给打穿了 那高点结构就形成了 这种高点结构形成会一定会诱发 日线的高点结构形成 这地方120分钟或者日线的高点结构 如果要形成的话 我认为必须应该减长 配合了两段上涨的差距 量价背离 然后技术指标背离 长速都有一定的衰竭 所以说必须要减长 但是没形成之前呢 我们就可能对个别的板块会有条件 你比如说10匹饮料 其他的呢 现在看还问题不大 30分钟呢 实际看得更清晰 你看这段的上涨是这么强 这么长 这段的上涨呢 短 3251明显有压力 然后马上就回撤 然后再涨 再涨之后 这地方是明显缩量的 当然明显缩量 跟结钱的效应有关系 一般人交通不活跃了 也很正常 所以说这个地方 如果再上新冠 这地方有30分钟动化了 指数上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判断呢 今天走势不重要 所以说呢 今天大概率这个策略不会改变 你手里有股票的 该有股票的 没有减仓信号的 该持有就持有 可能呢 结后呢 背不住就撑加冲起来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你本来就有 所以说 你的什么最终 你的成本很重要 你的成本决定了你 抗风险能力有多强 如果结后这一冲 直接下来了呢 如果你的成本过高 这就比较 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开新仓这个地方 已经提前下车的 或者这地方仓位 已经降下来的 我认为今天也没有必要 开新仓 为什么说没必要开新仓 除非底下的板块动了 你只说低位的板块 连续调整的板块 你只说电力就调整了 地产就调整了 如果他们出现一定的动作 我认为 这不算追高 明白吗 是在板块上的配置 如果你不管它什么 远件 数字经济 它会怎么涨 白酒又怎么涨 它爱怎么涨 券商爱怎么涨 就怎么涨 别看券商貌似还有利好的 我认为高位的东西 都不要对 所以说我的意见就是说 关键是你的持仓的成本 决定了你这地方的策略 如果你的成本很低 我认为真的可以 继续持股 堵结后的这个 这个情况 这是堵 如果出现反向变化 一旦高点结构形成 因为你的成本低 最多损失 两个点 三个点 这样的利益 我们就先撤出来 这就完事了 总而言之 虎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估计会上涨 问题不大 所以说我们祝大家 虎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投资顺利 也提前祝大家 兔年新春快乐 全年股票长空 谢谢大家 喜欢齐鸣的 因为齐鸣说的 还有点道理了 请点个关注 关注我9点20的抖音直播 我们一起盘中再见 一起看盘 一起来应对 一会儿不见不散